好,请大家看到讲义 好,请帮我念一下 此月意向由何方便得隐身 这里开始 此月意向由何方便得隐身 诸大论师略有二规 一,如月称四百论事说 思为一切友情从无始来 皆是父母等眷属 未度彼等故能入生死 大德月及莲花界论师 亦如是说 二,静天论师之规 如于广说因之 若能于友情思为最可悦意 即于生死受苦之礼 而修大悲心 则月称论师 作此不共礼尽方为友谊 若不能者 虽自今充至直语 因五诵经等耳 此为原友情大悲心之礼 智下当事 好 那我们上次讲到 就是升起菩提心的话呢 首先要升起这个大悲心 那大悲心呢 呀大悲心是怎么修啊 大悲心的因有几种 要怎么怎么修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大悲心呢就是 啊月称论师说 就是可以从 啊 众生在轮魂当中啊 就是流转的 现在的一个六种的情况 六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去思维 啊 有情在这个轮魂当中的 这个啊 情景 那这样的话呢 啊 可以 啊 对他们升起一个什么 就是 啊 悲心 就是悲悯心嘛 那这样的悲心的话呢 又是来自于啊 就是月异 如果没有什么 啊 对对 如果如果没有 对友情的悦意心的话 悦意心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 思维他的痛苦 我们心里面呢 也不会 任何的有 什么同情心啊 什么感情都不会有 因为你对他 没有什么亲切感 对不对 所以首先呢 必须要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要对于友情 必须要身心和亲切 或者是什么 悦意心 就是可爱的 这样的一种信仰 就像 什么 呃 母亲和爱子一样 就是见关系的 那这个悦意心的话呢 又是怎么升起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悦意心呢 就是诸大师略有二规 他们呢 就是有连种 就是 连种的这个说法 那悦成论事的话呢 悦成论事的话 在四百论事当中呢 说 有思维 就是思维 一切友情 从五十以来 都是做过自己的父母等眷属 那跟今生的父母 就是一样的有恩 所以呢 就是为了度化他们 报答他们 愿意愿自己深入深思 也就是说 呃 就是修行啊 呃 修行一切友情 呃 视为自己的亲属一样 就是建立一个修行的方式 来让自己的相续当中啊 隐身建立一个悦意心 也就是说 对友情的悦意心 这个就是啊 悦成论师 还有呢 呃 大德悦 还有 呃 两华界大师 就是他们的一种传承 那然后第二的话呢 祭天菩萨 祭天菩萨的这个传承啊 那祭天菩萨的传承呢 当然是在 呃 呃 什么 就是入行论里面讲的吗 住行论里面呢 呃 这个菩提心的话呢 在讲世俗菩提心的时候啊 主要是 就是啊 自他交换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生菩提心嘛 对不对 所以呢 祭天 祭天菩萨的这个传承 如同呢 曾在广律里面 所说 思维 诸有情 是为一切善乐来源 而 银身 阴身 乐意 像 那这个地方呢 呃 有不同的说法 有不同的说法 就是 呃 银身 乐意 银身 乐意 像的这个传 第二种传承 就是呃 祭天菩萨的这个传承的话 有些人说呢 就是自他交换 修自他交换的建立个教授 那然后升起乐意心 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呢 广律里面啊 但是广律里面呢 没有讲到 就是说 自他交换 啊什么 就是呃 升起乐意心之前 必须要升起什么 自他交换的建立心 广律里面啊 在什么地方都没有 没有讲 那我们也可以从 嗯 就是逻辑上也 我们可以 啊 可以说 就是这样的说法的话呢 就是 应该是不对的 首先 修自他交换 然后升起乐意心 这个为什么不对呢 也就是说 自他交换在前 乐意在后 这个为什么不对啊 因为 你已经到了自他交换的 经验体 一个修行的 程度的时候啊 那怎么还没有这个乐意心呢 对友情啊 没有任何的感情的话 没有这样的乐意想的话 怎么你去 修那个自他交换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所以认为呢 就是说 乐意心 必须要在前 自他交换 在后 首先要对友情 生起亲切乐意的 可爱的 这样的心 然后 才你做到自他交换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啊 就是 啊 上显命运书里面呢 也没有清楚的讲到 就是说 这个传统 什么 就是第二种 这个乐意的 能生方便是什么 但是呢 在广论里面呢 已经说有讲过 但是广论里面呢 好像是 好像是 就是分散的 没有清楚的讲 那然后第二种 说法的话呢 就是说 思维 一切友情 就是当作自己的 一切善乐的根源 就是见修 然后对 友情啊 生起 可爱 可亲的 这样的心 也就是说 就是 世间和初世间啊 所有的一切功德 都是来自于什么 这个一切善乐的来源呢 也有不同的说法 就是一切善乐的来源呢 有些人把它 它解释成什么 就是一切友情呢 友情就是我们的一切善乐的根源 为什么这样说啊 如果没有友情的话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没有办法 就是行善断恶 如果没有友情的话 就没有什么 解脱 也不会有什么 就是一切 一切种子等等的 这样的 如果没有友情的话呢 没有我们任何的一个快乐 什么什么 完全都不会有 你比如说 如果没有友情的话呢 就不会有六度 对不对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没有友情的话 那你不会有故事 故事的对象 就是友情吗 没有友情的话 那不会有持戒 为什么 他这样说呢 因为所谓的这个持戒呢 就是说 反护对于友情的 这个伤害 对不对啊 这个就是戒 所以不会有六度 那没有六度的话 那不会有五道 等等这样的 所以呢 一切善乐的来源 那然后所以呢 就是我们 平时看待友情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去思维 这些道理啊 思维这些道理 那另外一种说法的话呢 一切善乐的这个来源 指的就是善知识 因为善知识的话呢 就是啊 一切功德的根本嘛 对不对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 就是所有的友情呢 把他看作自己的善知识一样 自己的善知识一样 那这样去看待的话呢 心里面啊 他会慢慢慢慢的对友情 升起个感情 那在看待的时候呢 就是你对于善知的怎么恭敬 你去恭敬友情 对善知 你怎么对待你 对友情去怎么对待 等等等等这样的 就是 去思维这些道理啊 为什么他是我的善知 为什么他是我的善知一样 不是说是善知啊 就是把他看作善知一样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每一个友情之间的 就是什么感情呢 他就会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乐意心呢 也会快速的会升起 那有一个强烈的乐意心的话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然后你去思维 友情的痛苦的话 那自然的 您的内心 会升起一个什么 同情心 就是不忍心 让他受苦 对不对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会发起悲心 就如前所说 如果能够从 对于友情思维 最可爱的乐意之下 以及友情在生死 受苦的状况等 两个角度来修大悲心的话 如果我们能做到 能做到的话 那这样 你会才 你才会知道 越称论是啊 在入中瑞 的 礼藏的时候 礼藏的对象 为什么 不供的去礼藏 这个 什么 大悲心的 就是 友谊 那否则呢 就是 自己啊 觉得是比较聪明呢 也就像什么 就是 鹦鹉一样 鹦鹉诵经一样 对不对啊 他只是在念 那他懂他的内涵吗 什么都不懂啊 就跟这个 是没有什么 没什么差别的 所以呢 呃 就是说 嗯 大悲心的话呢 主要是要从 悦意心 然后呢 呃 思维友情的 这个生死当中的痛苦 就是从建立一个 两个角度来去思维的话 那 可以发起这个什么 呃 所谓的这个 大悲心啊 那 在此送中 所显示的大悲心 是如何成为 原 有情大悲心之理 下面再做及时 啊 对啊 这个 呃 第一个寄送里面呢 讲的这个 呃 悲心的话呢 就是 原有情悲心嘛 原有情悲心 那这个呢 呃 就是 为什么是原有情悲心 这个 就是下面再讲 然后第二个科判 丁二 好 你可以念了 丁二 敬礼 原法与 无缘之大悲 颂曰 众生犹如 洞水月 见其 摇动 与 信空 好 那别战大悲心啊 第一 分为两个科判 第一个科判的话呢 就是 啊 敬礼 原有情悲心 那 第二的话呢 敬礼 原 原 法大悲心 和 啊 无缘 啊 大悲心 啊 这个只有脸具啊 众生犹如 洞水月 敬礼 见其 动摇 摇动 与空性 呃 我们可以这样念啊 念起来 众生 众生犹如 动水月 见其 动摇 到这里的话呢 他就是在讲 嗯 原 嗯 原 法大悲心 就是 原法悲心吧 然后 众生 犹如 动水月 嗯 呃 众生 众生 优如 水月 空性 建连起来的时候呢 呃 就变成了什么 他就是在讲 呃 就是 五元 悲心 五元 悲心啊 那 众生的话呢 呃 当然是 呃 大悲心的 这个所缘 对不对啊 那不管是 什么样的 就是悲心啊 他的所缘 只有友情 没有什么 其他的 但是他的 单着净和 所缘净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悲心啊 悲心的这个 单着净和 所缘净 有一点不一样 悲心的这个单着净的话呢 呃 所缘净就是一切有情 然后单着净的话呢 就是 有情的 有情的这个什么 呃 三苦 就是 友情上面的 遭遇的这个痛苦 对不对啊 生老病死 等等这些痛苦 痛苦呢 就是直接显示 也就是说 他的 呃 怎么说 就是在这个悲心当中啊 悲心 悲心里面呢 显现的 就是显现的那个什么 呃 显现的那个对境的话呢 呃 就是痛苦 所以才会升起 什么 就是 呃 同情心嘛 就是不忍心 对不对啊 所以终身 就是悲心 的这个 所缘净 那然后 悠如 冻水月 冻水月 悠如 冻水月 比如说 在秋天的时候啊 啊 因为天上呢 也没有什么的 呃 乌云嘛 对不对啊 所以呢 月炼呢 呃 这个天上的这个月链的月 就是有月链的时候啊 那月链呢 他会 什么 导射在 那个水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相当的清楚 对不对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 清风慢慢的吹过来的时候啊 那这个水里面的这个月链 它也会什么呢 呃 会不断的这样的 摇动 对不对啊 就是不断的 就是呃 呐呐呐的会摇动 所以呢 就是水月 也会什么呢 呃 呐呐呐呐的摇动 那同样呢 就是说 有情呢 在这个生死当中啊 他是生老病死 就是 这样的什么呢 不断的在什么呢 就是 刹那刹那的不停的 刹那刹那的不停的在什么 啊 就是 遭受这些痛苦 所以 幽如动水月 见其动摇 就是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在讲 呃 缘 缘 法有情 法 法悲心 那到底这个法指的是什么 法呢 指的就是无产 所以这个水月的话呢 就像无产一样 他就是说呃呐呐呐呐呐呐的不停的在摇动 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月链啊 就是呃 照射在那个什么 他导印在那个什么水里面的时候啊 就是有风的时候 他会刹那不停的这样的在动吗 这个说明什么 就像 刹那行刹那行的在 不断的在 呃 在坏面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呃 这个呢 明显的说明 就是在说法 什么法呢 就是 无产法 那然后呢 众生忧辱 动水月 空性 旗舰空性 那然后啊 就是说 呃 这个水中的这个 就是水月嘛 对不对啊 这个水月呢 我们一般人 看的时候 看到水月的时候啊 就像看到月链一样嘛 其实这个月链在水里面呢 当然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认为是月链 所以这个水月呢 它是 什么 它是月空 它不是月链 对不对啊 就是 它本性就是月空 那同样的道理啊 就是说 呃 修悲心的人的话呢 就是说 他 就是思维啊 嗯 思维一切有情呢 思维有情终身 思维有情终身啊 就是 呃 自信空 建的一种 什么啊 方式 来让自己的相续当中 生起这个什么呢 悲心的时候呢 就叫做什么 就是啊 五元大悲 就是五元之大悲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缘 呃 缘有情悲心 还有呢 缘 缘 缘 磑 罚 五元 悲心 这些缘的话呢 第一种缘 缘有情悲心 是所缘的这个意思 有情当作所缘尽 然后这样的缘有情的悲心 对不对 那然后第二个缘的话 缘法之大悲心 这个缘法 这个法就是无常法 对不对 那这个缘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第二个大悲心 它的所缘是 有情无常 当然不是 它的所缘不是有情无常 它的所缘尽能只有有情 没有无常 那为什么说缘法 或者是缘无常法之大悲心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缘法之大悲心 它升起的时候啊 它升 就是升起的这个方式 就是不一样的 它是怎么升起的 它是思维有情能 就是在生死当中啊 怎么讲 也就是说 有情呢 它思维的话呢 就是说 它主要是思维 有情是无常的 对不对啊 那怎么无常 也就是说 生 生无常 劳无常 病无常 对不对 怎么生无常 生 也就是说 它是 刹那刹那刹那性的在怀面嘛 对不对啊 那老无常 那老无常 等等等等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然后 内心升起的一种悲心 就叫做什么 缘法 缘法之大悲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缘 缘法之大悲心的这个缘呢 不是说 这个大悲心 它缘的是无常法 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缘呢 就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就是因缘 就是理由 用透过建立一个思维 建立一个理由 然后升起的悲心 就叫做什么 缘法悲心 那五缘悲心也是一样 五缘 指的就是 什么 嗯 这里应该还要有一个 缘五缘悲心啊 五缘的话呢 就是空性嘛 对不对 那缘五缘悲心的话 这个五缘是空性 那大悲心的所缘境里面呢 还有空性吗 不可能啊 所以说 大悲心 它的所缘只有友情 没有什么空性的啊 那去怎么缘啊 所以 就跟第二个悲心是一样的 就修悲心的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升起缘五缘悲心的这个人啊 他升起这个悲心的时候呢 就跟上面脸主是完全不一样 他是思维一切友情是 五缘 五缘 建立一个道理 那然后内心升起的悲心 就叫做缘五缘悲心 好 那这个三种悲心的 三种悲心的 呃 呃 现象 那然后他们的 差别 然后他们的 呃 界限 我们以后再详细的做解释啊 好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啊 看看大家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 可惜啦 嗯 嗯 请问一下哈 那呃 当我们在说缘友情的大悲的时候 那个呃 讲的是 那个单着净是有情的苦 那这样子的想法在我们想说 缘法跟缘无缘 产生了那个大悲心 是不是意思是单着净呢 啊 意思是不是也是那个单着净 是呃 一样一样 那通信可以讲是 所缘净和单着净 这个三种悲心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是是是 那所以在缘无缘 的这个大悲心 他还有单着净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因为空性的话不是 嗯 呃 这个三种大悲心的所缘都是苦 是 呃不是 单着净啊 哎 比方说 我们对于啊 某一些人生气啊 呃 生气这个什么 就是同情心 是怎么讲 呃 他在受苦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见苦的时候 那内心呢 我们会产生什么 不忍受不忍心 是 那当下你的心里面的 你的心里面显现的是他的痛苦还是那个忍 不忍 忍的痛苦还是忍 忍是所缘 受苦的那个人是所缘 然后 对对对对啊 那然后他的痛苦你看见的是痛苦对不对 是 对啊 所以单着净是苦 对对对 单着净是苦 那那个悲心呢 就是那个不忍心 一样一样一样 悲心都是这样的 不忍心也是单着净 不忍心 他是一种心啊 哦 所以他他算是心王 苦苦苦 痛苦 呃 所以我我再看一下我有没有理解 就是所缘都是众生 那三种大悲心是 那个众生上面的那个 呃 自己的了解不一样 比方说原法是是对众生的了解 是一种无常的一个了解之下 然后那个 不能说众生的了解啊 是对众生 他是一个无常的众生 不是啊 不是这样子了解 众生的了解 对我们看待修行者 看待众生的角度 是从这个地方来来分吗 对啊 对啊 应该是可以这样讲 是 呃 就是说 呃 要生起悲心的话呢 上面 不是有讲到 必须要 愿意想 对不对 是 那然后另外一种是什么 要思维有情在生死当中的受苦 对不对 是 所以思维他的苦的时候 那他的苦是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 苦的这个道理啊 应该有不同 就是不同的方式来去 呃 就是思维对不对啊 是是 所以是从苦的道理不一样去思维 他是那个 应该是讲 有一些呢 比较深入 是 就是从空性的这个角度来去 思维 有情在轮回当中 呃 轮回当中的这个受苦的道理 有一些呢 就是 无常 无常的道理来去思维 用无常的道理思维苦 对对对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他们 呃 他们生起的那个悲心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啊 都是悲心嘛 是 但是生起的方式就不一样 嗯 是是是 所以主要是从生起的方式这边来看 对对对啊 那生起的方式这边的话 就是所谓的单着镜的部分 方式不是单着镜啊 嗯 那我怎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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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区分 单着镜呢 刚才我们不是已经确定了吗 是苦 悲心的单着镜只有苦 没有任何其他法 所以变成是说那个道理 是是思维的方式 比如说 比如说啊 呃 你看到有人在受苦的时候 是不是会生起悲心 嗯 那这个时候 你悲心里面显现的是什么 这个人还是他的痛苦 他的痛苦 对啊 他的痛苦啊 主要申请那个痛苦 可是当然也不能离开那个众生啊 我没有说要离开众生 然后要 要什么 要 要看到那个痛苦 这连着怎么分开 怎么离开 不能离开吗 是 所以呃 单着镜是那个苦 所缘镜是那个众生 然后自己的思维 就是所谓的生起方式 是那个啊 那个 众生对我有恩啊 或是众生是无常啊 或是从信空的那个道理 去思维那个苦 那也不对 有恩的那一块不行 所以第一个众生都 都是一个月异的 都对我有恩的 那个部分是要怎么样 嗯 你刚才说的这个 有恩啊 什么这些呢 都是啊 隐身月异上的一种因嘛 是是是 所以最主要是月异上 对啊 他还没有到那个悲心 是 嗯 我现在就是在于说 比方说以无常的 这个角度来说 那个呃 单着镜是苦 然后我们思维切入 的是思维无常 我怎样从无常 连带到那个苦里面来 都是一个心里面 可以去容纳这两个 嗯 嗯 我们生起悲心之前 要去思维 比方说那个 原法的悲心 是思维那个 众生是无常 然后 可是我们的单着镜 却是那个苦 那这两个 又要怎么来区分 就我不太能够抓住 他就是在思维那个理由啊 思维理由之后才申请吗 这个是有阶段性的 是 所以 首先思维理由 是理由 嗯 然后再产生对他的 呃 这个什么 不忍心 对不对 可是前面要有苦啊 什么 就是 升起悲心之前 就单着镜是那个苦 是啊 啊 所以我怎么样把那个 呃 是 你要思维的 你要思维的法 嗯 我要思维的法 可是这个时候 我的心在思维无常 我的心会不会离开的那个苦 这个时候你在思维无常 是 根本没有那个悲心 对 就是两种阶段嘛 我 我知道 无常 思维无常 跟生起悲心 这是两个阶段 可是那个 有情的苦 那个单着镜 跟思维无常 他们是同时间的 还是他们也有前后关系 你这样讲的话 有情的这个痛苦 无时以来就有啊 是是是 比如说 你是思维无常的道理 升起悲心 之前有情的痛苦有没有 当然是有啊 对啊 我有没有那么的体会到 所以啊 所以你这样讲的话 那就 可是我要 深切地体会到 感受到 只是我没有去思维 对不对 是 然后所以要透过思维 才能够感受到 那就是前面无常 这个地方不是在说 有没有痛苦 痛苦是先有 还是思维何有 不是这个问题 痛苦当然一直都有 只是我感受不感受得到 那个我所缘的众生 他的苦 对啊 要总是感受 是我要先思维 那个无常的道理 然后我才会对那个 我所缘的众生 升起那个单着镜 我觉得他是苦的 就这个意思啊 是是是 所以还是前面先思维 作为理由 后面才真正的升起 那个 这个众生是非常苦的 所以我说就是两个阶段 是是是 是所以如果能够深切的 感受到的那个苦 跟那个身体不忍心 其实那个也不算 两个阶段的苦的感受 跟那个不忍心 事实上是很自然的 一起两面吗 思维那个理由 和他的单着镜 那个苦这两种 就是众生的那个苦 对不对 是 你 就是问这两个的 前后的那个思维的话 那有情的痛苦 是无需来救有吗 对不对 思维是后来才思维吗 是 可是思维以后 我才自己才感受得到 那然后你如果问呀 这个无常 思维无常 思维无常的这个无常 还有呢 你对这个友情的 痛苦的感受 不忍的这个感受 这两种是有没有区别 有没有前后 这个当然是有的 思维再浅 是 思维的时候 他还没有生起那个感受 感受的时候 没有再思维无常 是 然后那个感受到的时候跟生起不忍心 这个有阶段性吗 还是没有阶段性的差异 感受的时候就是不忍心吗 OK 所以这两个是同时的 同时同时对对啊 哦 是是是 谢谢 谢谢 那我就比较知道怎么下手 谢谢 其他同学还有吗 格西拉你好 这点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说 我们要是能够生起这个大悲的话 那个因是因词 这里的疑惑就是说 那我们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 这个天国教授的时候 这个悲是增上意乐的因 现在呢 我们说是大悲心生起的因 是乐于词 那这个大悲心 跟基因果教授的悲 有什么不同吗 为什么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呢 那你再说一遍啊 我刚才再带那个耳机啊 没有听到 你说 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是大悲 生起大悲 那它的因呢 是乐于词 有乐于词心之后呢 容易生起这个大悲 是的 那在这个 菩提道次第广论 它的基因果教授当中 这个增上意乐这个 乐于词的这个心 它的因是悲 就是知蒙 念恩 报恩 词 悲 增上意乐于词 那这个 那这个基因果教授当中 悲是因 乐于词是果 而我们今天说 大悲心要生起来 它的因是乐于词 正好是反过来的 那这两个大悲 在基因果教授当中 一个是因 今天讲的这个大悲是果 这两个大悲 有什么不同 你说清果教授当中的 大悲 是乐于词的因 清果教授当中 第一个是知母 第二个是念恩 那今天我们 你说 乐于就是乐于词心吗 对啊 就是乐于词心啊 就是我们今天说 这个我们 对对乐于词心 对 生起大悲的话 需要这个 知浅 必须要生起乐于词心 就是这个乐于 那我们在这个 基因果教授当中 悲的后面是增上欺乐 增上欺乐 对对 悲是因 然后生起呢 这个增上欺乐的 是 那跟我们今天学的 它因果正好是相反的 基因果教授当中 悲是因 乐于词是果 而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呢 是 大悲心的因是乐于词 他们俩正好相反的 就是想知道 你说清英国教授当中啊 嗯 悲 悲心是因 悲 悲此心是果 是这样吗 嗯 基因果教授当中 不是第五个是悲 第六个是增上欺乐吗 增上欺乐吗 嗯 增上欺乐 不是乐意啊 那乐意 乐意这个 乐意的这个 乐意就是词心 词心 哦 其实我们这个乐意词 就是我们这个 基因果教授当中 第四个的词心 就是乐意 乐意 基因果教授当中 讲的乐意词心吧 哦 那这个乐意词 跟词有区别吗 因为他这个基因果教授 当中是说 词 呃 然后他的那个因是报恩吗 这个词跟乐意词 有什么差别呀 词和乐意词 嗯 应该是一样 哦 是一样的啊 好的 嗯 清国教授 首先是 第一是什么 织母 对不对 织母 然后呢 哦 念恩 就是念恩 报恩 然后才是 乐意词心 然后就是悲心 真善意乐 那最后果就是 菩提心嘛 就发心 对不对 嗯 嗯 嗯 那就是这里的词 跟乐意词 也一样的 没有差别 你再等一下 我看看 嗯 好的 嗯 嗯 乐意词心和 清国教授当中 讲的这个词 是一样的 好的 就是第四对不对 对 嗯 我现在在看那个 哦 福春论师的 嗯 县观 什么 县观变系啊 哦 县观变系里面有是吗 哦 对对对 他说 清国教授当中的 词心 嗯 它是乐意词心 就是跟一般的词心 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词心 有连着 嗯 乐意词心 还有呢 啊 就是什么 啊 就是 就是预乐的这样的一种词心 预乐词心 知道吗 嗯 也就是说 嗯 就是呃 什么 四五恋心当中的那个词 嗯 四五恋心当中的那个词 词呢 呃 就是不是那个 它不是乐意词心啊 所以这个词呢 就是有连种 清国教授当中的这个词 还有四五恋心当中的那个词 有连种 嗯 呃 清国教授当中的这个词 是乐意词 哦 对对对对 不是乐意词 我再看一下中文啊 嗯 不是乐意词 见观 见习 是在这个 认识初中后三种之悲心 这个地方讲的吗 不是啊 大悲心 是断争吗 还是认识 在应该应该是在 应该在发心 哦 发心那个单元 哦 好的 好的 太可爱了 乐意词心 欲有情 欲有情 欲安乐心 欲有情 欲 安乐此 就是这个词有连种啊 嗯 此心呢 有连种 第一的话 乐意词心 就是清国教授当中的此心 嗯 叫做乐意词心 跟这个 我们今天讲的乐意是没什么区别的 第二的话 欲 欲求的那个欲 嗯 那然后第二个欲的话呢 就是欲见的欲 安乐之词 哦 就是欲欲安乐之词 就是希望以一切有情 能够遇到 安乐 对不对啊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 词嘛 嗯 这个词的话呢 就是四五恋心当中的 瓷心 就是瓷五恋心 哦 所以他这个不是乐意词 是说他希望众生能够 遇到就是好的 开心的 而不是自己要去让众生遇到 让众生得到快乐 嗯 对啊 因为这个 呃 四五恋心的话呢 小乘身为他们的 他们也可以做到嘛 嗯 所以申请这个 什么欲欲安乐之词的话呢 啊 应该不用申请什么 愿意词心啊 嗯 但是他也是一个词心嘛 嗯 所以一般来讲 瓷心和乐意词心呢 他当然是有很大的区别啊 嗯 我们一般人的相续当中 也有瓷心嘛 对不对啊 我们都有瓷心啊 嗯 但不是乐意词心 哦 这样特别清晨了 就非常感恩 哦 那这个现关 现关变心是在 这个内涵是在什么时候讲的 不是发信啊 就是 讲说四五恋 讲说四五恋 对对 四五恋啊 哦 太好了 啊 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嗯 我记得没有了 看其他人 谢谢 好 那没有的话 我们就到这里吧 你就知道了 还有个问题 我记得了 你做的事吗 你做的事吗 我记得了